然后 眼看着狮魔 用湿气污浊舍利 将空间缝隙关闭 后来我也尝试过接见 但是那狮潮里 部分白天黑夜 都有数不清的僵尸 根本没法接见 就算是突破重围 我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法力 来洗去舍利身上的狮气 让它重新焕发灵力 开启裂缝 说到这 杨思凌从叶少阳摇里摇头说道 就算你是法师 在这里只能发挥出异常法力 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去除尸气 不可能做到的 你要没有别的法技 叶长宁思片刻 眼尖一亮 说道 我有一样东西 可以除去尸气 别说是白毛僵尸的尸气 就算是尸王 我也不在话下 杨思凌睁睁睁地看着他 哪里去找这么强大的法器 不用找 就在我身上 我的血 就可以 叶少阳进一步解释道 我是天师血 虽然别的法器带不进来 但既然我是尸体 我的血 总是存在的吧 杨思凌吃惊地点了点头 说道 可是 你要怎么样 才能够突破僵尸呢 四楼上全都是僵尸 根本冲不进去 叶少阳说道 上次你跟那个和尚 是怎么冲到408壳室去的 提到这个 杨思凌眼中流露出一股憧憬之色 说道 我们本来是砍下桃木棍 拿来当法器 冲到四楼 结果被群尸包围 大师在最后关头燃烧自己 形成僵尸不敢靠近的无名烟火 一口气冲到了408壳室 被尸膜挡了一下 身体也烧成灰溅 叶少昂的心中叹为不已 想起自己 接触过 听说过佛门高僧 远的 像当年封印四号宿舍楼 压制冯新宇的成云法师 近的 有位化身燃灯 阻击果一母的安静风 如今又听说了一个例子 这些佛门大师 为了救助他人 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道 都选择了牺牲自己 令人蛰伏 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我是不会用自己的血开路的 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 杨思玲说 什么办法 别着急 我这不是慢慢在想吗 我是不着急 反正我已经死了 你不一样 看你这一身 应该是夏天吧 你肉身在外 最多停放几个小时 久了就会发臭腐烂 换算成这里的时间 你最多也只有几天的时间 而且 我们只能白天做事 他的话 令叶少阳 体会到了一种紧迫感 两人接着聊下去 叶少阳得知这个空间里 除了杨思玲 还有一个家伙 也是从表师界来的鬼魂 叫陈玉杰 也是当年那一批 被迫自杀者之一 跟他一起自杀的那些人 魂魄都被封印在了 金丝香墓中 被紫月炼化 他也不是法师 只是因为一次偶然 魂魄离开了金丝香墓 与那个佛门大师 一起被吸入这里 生存到了现在 很是难得 其余的人 都是这个空间的了 他们在这里 是活生生的人 这个我之前就跟你解释过 他们是幸存者 需要吃饭 睡觉 本来幸存者 很有一些的 但有一些死于疾病和意外 更多的 还是被僵尸所杀 能活到现在的 只有十个人不到 叶少阳在心里算了一下 说道 从事发到现在 按照外面的时间的算法 过去三十年了 一个时辰算这里一天 一天十二个时辰 杨思玲无奈地 打顿他说道 叶天师 你错了 他们活的是这里的时间 从事发到现在 一样是三十年呢 叶少阳恍然 拍了拍脑门 对对 是我搞错了 那些人 现在也有 五十多岁了吧 杨思玲点了点头 他们需要吃饭 睡觉 会受伤 也会变老 叶少阳恍然 想起了一个重要问题 他们这些年来 吃什么呢 杨思玲说 这里的空气成分 跟表世界不一样 阴气较重 所以有些植物的生长 也不一样 花园里就长着几块太岁 每天割了又长 能让它们裹腹 叶少阳缓地点头 对 太岁这个名字 它并不陌生 人间也有 人称素中肉 是一种很神奇的菌类 在古代 每到战乱 或者饥荒的年代 就会出现 很多史书对此有记载 每天割了又长 被认为是赏钱 赐予给苦人类 果腹之用 实际上 是因为每逢战乱 或饥荒 都会大批死人 人死多了 阴气机遇不散 而太岁的生存环境 恰恰就生长于 在阴寒之地 叶少阳挠了挠头说道 太岁的味道是不错 但是每天吃 吃上几十年的花 未免也太可怕了 杨思玲说 那有什么办法呢 为了活着 而且花园和树木里 也有一些别的植物 它们也尝试种植了一些 也算是改善伙食了 叶少阳又说 那你呢 你在这吃什么 我们本质上是魂魄 在这里只需要吸取 日经月华 就可以生存 跟人间飘荡的鬼魂一样 不用吃饭睡觉 不用吃饭睡觉 这倒挺好 杨思玲尝他了一口气 说道 唉 不吃饭是好 不睡觉 你晚上只能胡思乱想 一坐就是一宿 真的很痛苦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杨思玲说 我们还是休息吧 虽然不用睡觉 但我每天晚上 还是习惯躺着 闭上眼睛 模仿睡觉 感觉会好一点 叶少阳看着房间里 仅有的一张床 有些尴尬地说道 还是你睡吧 我坐在地上就行 杨思玲淡淡一笑 哼 我们现在是鬼魂 就不要在乎这么多了 一起休息吧 叶少阳直说不行 虽然两个鬼魂 确实没什么关系 而且似乎也不能做什么 但感觉上不舒服 过不去内心的这道坎 于是杨思玲 只好从柜子里 给他翻出一张床背 扑在地上 说道 虽然这里跟表世界不一样 尘土不沾身 但你刚来还不习惯 还是打个地铺吧 叶少阳谢过 把被褥铺在地上 躺了上去 然后杨思玲垂眠油灯 借着窗外照进来的月光 上床休息 叶少阳本想问他 灯油是哪里来的 见他上床躺着 不再说话 也就没有再问 自己躺下了 脑袋枕在双臂上 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家 真是五味杂陈 别说在这里人不会宽 就算是会宽 他根本也是睡不着的 感谢了